选择录音机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选对品种 短视频录制 播客录制 采访 歌曲录制需要的录音机 其实很不一样 那选择录音机不就是看这个录音机 是否能外接麦克风 能外接几只麦克风 是否便携 手持使用还是安装使用 或者佩戴使用 也对也不对 看完这期视频 你对录音机会有全新的认识 各位好我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我手上的这一台 Zoom的R4多轨录音机 是面向音乐人的一款录音机 针对性很强 那音乐人使用我们常见的这一款 Zoom H6的录音机不行吗 当然可以 不过这些录音机之间的区别 还是蛮大的 首先H6和R4是两个系列 H系列是手持录音机 所以尺寸基本上能满足手持录制 当然安装在三脚架 或者是相机上也是可以的 H系列不同机型最大的区别 就是同时连接麦克风的数量不同 有的可以连接两支 有的可以同时连接四支 有的能达到六支 甚至通过扩展接口 能连接八支麦克风 H系列对于采访 播客录制 影视录音 都是很合适的产品 当然录制歌曲也是可以的 R系列更像是一个可以脱离电脑使用的录音工作站 特别对于乐队和小型演出团体的录制是很合适的 R系列的产品使用起来更像是调音台 加上多轨录音软件的操作体验 如果你的录音需要连接乐器连接歌手的麦克风 需要添加乐器效果器人称效果器 那R系列的录音机就更适合你 根据乐队的规模 可以选择R系列不同型号的录音机 我手上的这台Zoom R4多轨录音机 特别适合个人音乐创作或者是小型乐队 或者你正在学习吉他弹唱 钢琴弹唱 这个小录音机也能为你带来极大的便利 首先Zoom R4是一台 类似以前录制唱片的四轨录音机 使用起来特别简单 先来看一下这款录音机的结构 在Zoom R4录音机机身的左侧 安装一张Micro SD卡 机身背面安装4节5号电池 点击左侧的开机键就可以开机了 当然这个USB-C接口 用充电宝连接也可以使用 两个卡农和6.35混合的输入接口 在录音机的底部 这里可以连接动圈麦克风 电容麦克风 吉他 Bass 键盘 录音的时候可以插上耳机 3.5毫米的耳机孔旁是耳机音量加减键 机身正面上方有一个屏幕 下方是4颗功能按钮 这里蓝色的推子可以让我们控制四轨的音量 需要说明的是 这是一台具有32比特浮点录音功能的录音机 有的时候音量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也不用担心会录爆音 这颗输入设置键可以设置每一轨声音的来源 点按每一轨上方的按键 可以为这一轨快速的设置高中低三段的均衡器 声响回声混响 点按效果器按钮可以为音轨增加效果器 像经典的吉他效果器或者是贝斯效果器 点击节拍按钮可以快速设置节拍器 最下方三颗是录音播放停止 上方还有两颗回听的选择键 这是混音键 点击一下就可以把四轨混合 如果混合之后后悔了 点击这个撤销按钮 机身下方也内置了麦克风 播到这里就可以使用 Zoom R4录音机其实很简单 简单到都没有菜单键 其实菜单键可以通过长按这里实现 按住不松手 再点按这里就进入菜单 按这里是调音器 按这里是对四个音轨进行操作 按这里是创建一个新工程 其实使用Zoom R4录制小样非常简单 我们接下来给你演示一下 首先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然后设置一下节拍器 开启节拍器 再把预节拍打开 好 我们就来录制一下 首先来录制第一轨 我们把第一轨设置成这个麦克风 好 开始录制 一 然后录制第二轨 然后录制第二轨 好了 录制好两轨之后呢 我们再来录制第三轨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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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是第四轨 好 我们已经录制了四轨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四轨混合一下 因为已经把这四轨站满了 按一下这个Bounce键 选择Quick Bounce 它现在就会把之前的这个一二三四轨 录制的全都混合到一个叫做Bounce的音轨当中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来录制 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一二三四轨全部清空了 而刚才混合好的小样在Bounce音轨里 好 我们接下来录制一个第五轨 好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把它录制好了 来听一下成品的效果 是不是很简单 按照这个流程录歌 音乐创作非常简单 如果你经常需要练习弹唱 完全可以先录一遍弹奏 第二遍跟着弹奏的音乐演唱 可以演唱很多遍 最后来说一下这款Zoom R4多轨录音机的几个特点 首先它是一款32比特辅典录音机 演唱的时候不用太担心报音 这个四轨录音的设计 可以实现很多很多次的表演和录制的尝试 特别适合边创作边记录 或者边练习边记录 另外机身有一个内置麦克风 好 现在就是用Zoom R4本体的这个麦克风在录制 我们听这个声音其实也不错 我离嘴近一些 这个就是录制的效果 其实如果你没有外接麦克风 应急的情况下 用它来录制语音或者是乐器演奏 我觉得应急用完全够用 当然这个USB-C接口 可以连接电脑手机平板 当作声卡使用 不过作为声卡使用 只能接两录音频 而且不带效果器 所以这款Zoom R4多轨录音机 主要服务的是热爱创作的音乐人 经常彩排和练习的乐手 歌手 以上就是Zoom R4多轨录音机的上手体验 希望对您有一些帮助 如果你对于录音设备的挑选 还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给我留言 如果还想学习更多直播间搭建的技术 可以看我的这一本 个人直播间搭建与实战 19个直播间案例 总有一款适合你